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最近国足0比1输给东道主卡塔尔 导致我们小组赛的成绩非常糟糕 暂时排名小组第三 由于我们整体的一个排名比较糟糕 那接下来的一个出现几率变得越来越小 很多球迷甚至以为我们国足这一次已经提前被淘汰了 其实从目前的一个形式进行分析来看的话 国足这一次输掉比赛之后呢 并不意味着直接出局 接下来如果叙利亚和香港男足能够给我们国足送上助攻 打出一定的成绩的话 我们国足依旧有希望能够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 晋级到16强的比赛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呢根据媒体的分析啊 目前国足暂时排名小组第三击两分的话 接下来呢需要同时达到两个条件 才能够晋级16强 首先是要求B组的叙利亚0比0 逼平印度男足 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叙利亚呢得拿到黄牌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足才能够以相同的积分 另外啊黄牌较少的优势 直接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 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求西组的巴勒斯坦和中国香港队打拼 那么最终啊在这两种情况同时满足的一个情况下呢 国足才可以出现 从目前来看呢这个条件其实似乎是比较啊这个严峻的 但是对于我们国足而言依旧存在着一定的希望 所以大家呢其实也不要完全丧失信心 这一次这两个球队呢也是有机会有可能给我们国足送上神助攻的 所以对于我们一众主力而言呢应该也算是一颗救命稻草吧 毕竟从目前来看呢首先一众主力球员遭到了很多球迷的批评呢 认为他们踢得太臭太臭实在很丢脸 另外一方面国足主教练杨科为奇呢更是遭到很多业内人士的讨伐 接下来他的率位岌岌可危 所以呢如果啊后续啊我们真的能够暴冷晋级到下一轮的话 他们呢肯定就能够绝地反击 有机会去挽回他们的口碑 当然了后续啊退一万步来说 如果国足真的是不能够晋级直接被淘汰创下耻辱败继的话 我认为对于中国男主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目前不管是吴磊还是韦氏豪呢 其实都在赛后的采访当中呢啊进行了表态 说出了我们国足目前的一些问题 认识到了我们国足啊整体水平非常的糟糕 踢得很臭 所以我认为呢通过这几次惨败 能够让我们国足上下 包括我们的球迷群体 都彻底看清楚了国足真正的水平呢 是一件好事 既然如此糟糕 那么我们中国足协接下来呢就必须行动起来 想方设法去提高我们国足的水平 否则他们就没有办法向我们球迷向全社会交代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反倒有可能推动我们国足将来的进步和发展 这不视为一件好事 尽管说这是以我们国足惨败作为代价 但这些年我们也知道呢 国足不管参加亚洲杯还是世界杯预选赛呢 都屡屡遭遇惨败 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也输得起 既然说成绩已经不能够再差了呢 倒不如呢多输几场 让大家都看清楚我们真正的实力 以后才能够大刀阔斧的推导重来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